你一定想不到,沙茶除了跟猪肉鸡肉配,跟鰻鱼也是绝配。 沙茶焗鰻鱼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一道菜了。 做法简单,味道却一点都不简单。 鰻鱼我们把它清洗干净后来给它切厚片。 想看清洗鰻鱼的视频,可以去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。 鰻鱼我们来给它改刀切厚片,切成这种厚度即可。 切完后,我们先来给它腌制一下,来一大勺沙茶酱,少许盐,少许鸡粉,少许白糖,来一圈蚝油,适量生抽,加入姜丝,一勺生粉,把调料给它充分抓匀,最后再加点油来封锁住味道,这种状态即可,让它腌制20分钟。 来准备点姜粒蒜粒洋葱块,取出砂锅加入姜蒜洋葱,给它炒出香味,加入白猪肉片,一起翻炒均匀后,给它摊平。 这时候可以把鰻鱼片加进去,盖上盖子小火焗8分钟,时间到了,开盖。 太香啦,太香啦,扑面而来的沙茶香,鰻鱼香,撒上辣酱片,撒上葱花。 不加一滴水的沙茶菊鰻鱼,强烈推荐大家去试试。 学会了吗?学会了,赶紧去试试做起来吧。 学会了,赶紧去试试。